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忘记所有只记住我在夜空中美丽划过 全世界在这个时刻全部都停止了闪烁 停止的时间流泪的双眼在你转身之前 天亮后擦干双眼 这就是我们公司丢的那批赠品 爸 你从哪弄来的 你快点说 从哪弄来的 当年 在想 在想 把我规划高压烂的人就是你啊 对对对 就是我啊 难怪的 你就是我的克星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倒霉 是啊 我也想不到 中国十四亿人怎么那么巧就遇到你了 太巧了 你们之间 到底有什么误会啊 吃饭 你干嘛对他那么反感呢 你吃饭不吃饭 不吃拉倒 站好站好 来来来 干嘛 姥姥回来了 我问你 你以前是个阔少爷 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品味和气质吧 谁是阔少爷 我都失忆了 就算失忆了 你也应该知道什么是品味和气质吧 这是发自内在的东西 那就是说 一眼就能看出我是个穷小子 没什么品味和气质了 也可以后天培养的 怎么培养 这 这得花很多钱吧 培养品味不一定要花钱 欢迎光临 先生您好 你好 美女 来 郑姐 好 看这个啊 我早说过吧 培养气质 不一定要花钱的 只要你平时留心观察 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七天免费的健身 还有免费的饮料喝 多好的事 对不对 哥 你可真了不起啊 行了 别拍我的马屁了 你赶紧进去吧 我先办手续 去吧 你不陪我进去啊 你神经病啊 我又不是教练 我去吧 我进去也不能教你什么 里边有专业的教练 你赶紧进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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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了啊 行 我到时候喝我饮料找你 去吧 好好练啊 好 教练 这边人找你 教练 这边人找你 教练 这边人找你 教练 救命啊 我 救命啊 谢谢啊 不客气 这种器械一定要在 专门的教练指导下 才可以练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同学们 我们再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 什么叫难听啊 事就这么个事 你还不让人说了 我就觉得这个教练吧 特年轻 特漂亮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看来你小子 六 七 八 再来 一 二 三 四 那是 行了 证明你有点品味了 这女孩不错 五 六 七 八 喜欢就追吧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什么叫行不行啊 追追看吧 五 六 七 八 好 再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是 嗨 有什么事吗 刚才你救了我 我想礼貌上 是不是该请你吃顿饭 不好意思啊 我还要上课 我可以等你啊 我真的只是想请你吃顿饭 没别的意思 你不会拒人于圈里之外吧 抱歉 我这人没什么爱心 也不喜欢陪小朋友玩游戏 又发什么神经啊 是不是马尿又喝多了 一个大男人 从早到晚的长嘘短叹 像什么话呀 你不要影响我的生意 告诉你吧 那江浩林啊 是江向东的儿子 只不过他不认这个儿子 是又怎么样 如果是就得餐饮值好一点 他们家对我们家有恩 你看你 干吗成天和他作对呀 你不知道原因哪 他们是有阴谋的 阴谋 我们有什么让别人谋啊 不就这间破烂洗衣店吗 如果他喜欢 我双手给送过去 不然我们怎么还他这个人情 你总是帮着他 说也白说 我回来了 小混蛋 怎么了 别理他 他说你是什么江向东的儿子 不会吧 如果真有关系的话 人家不早来找我了吗 你别理他 他不过是发发酒疯 天天都在这里做白日梦 对了 参金纸 来 照这个地址 把衣服给人送去 这张不是刚刚送过的吗 送过 对呀 别给我偷懒啊 送没送给谁 我还不知道嘛 你看看 你看看啊 是不是刚刚送过 安民街三十七号吗 人有尸首 马有尸体 你在这儿看着店 我去买菜 好 好啊 自己记性不好 很拿人撒气 老老老啊 好好 你买菜去啦 都买菜回来了 对 我买了 你看看 今天什么菜便宜啊 今天鸡蛋最便宜了 三块钱一斤 是啊 好好 去吧 好 快去吧 家里的鸡蛋吃光了 我赶快去买 是 我先走了 快去 怎么了 怎么了 钱包忘带了 是啊 忘记带钱包了 这可糟糕了 回去拿吧 快去拿吧 这可是奶了回去拿吧 快去拿吧 快走 走了 走了 再见 再见 好好好 走 你呀 姥姥 一二三四 您找什么呀 哦 在这儿呢 奇怪 我找钱包干什么呀 您不是要去买菜去吗 是啊 我刚才路走到一半 发现忘了带钱包 我就赶紧回来取 好 姥姥 你没事吧 没事啊 你看上去精神状态不太好啊 没有 没事没事 我很好 我去买菜 你看好店 精神集中 好 好 我 我拿钱包干什么呀 不是 您真想不起来了 干什么 姥姥 您呢 赶紧进屋休息一下 啊 休息什么 我看您今天啊 好像一点不大对劲 要不这样 我带您呢 到医院去看看 不用啊 我有没有病 看什么医生啊 不是 到医院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事啊 快去天津把衣服收好 别在这里静说不吉利的话 您真的没事 真没事啊 哦 我拿钱包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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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弄他 也想弄他 你给我手 妈 你怎么了 你怎么回来了 爸说你最近精神不太好 要我回来看看你 你看你满头大汗的 真的没事 没事 我只是做了一个噩梦 妈妈的脸色很难看呢 我还是陪你去医院吧 不用了 我没事 妈 我真的没事 你就放心吧 真的 你心里有妈妈 我已经很高兴了 公司那边还好吧 其实我也是趁午饭时间 回来看看你 顺便拿点东西 我就知道 妈最近呢 就是休息得不太好 女人到了这个年纪 都这样的 别跟你爸爸似的那么紧张 没事 如果有事的话 就跟我说啊 知道吗 我今天就待在家里 哪儿都不去了 这样你就放心了吧 照顾好自己啊 嗯 好了 去吧 嗯 走了 喂 来 你的 喂 好 我马上来 这么着急干什么 喂 吃饭了 嘿 绝腿小狗越叫越走 平时吃饭第一个上桌 喂 他干什么去啊 我哪儿知道啊 接个电话就跑了 不知道 谁打个电话 谁 是个女的 女的 嗯 哼 这个蓝鬼 在外面还认识什么女人 嗯 哼 回来神神的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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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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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我知道你是不肯罢休的 所以 这些你拿着 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 你想用钱打破我走啊 李中仁 你还嫌少吗 做了有钱人的太太说话口气管人不一样 以为什么都可以用钱解决 钱不是万能的 我根本就不欠你什么 我现在给你这些钱 是看你生活得很困难 你不要再说了 我以为你约我出来是叙咎 想不到你这样羞辱我 我告诉你 我李中仁 就算是再也没有出息 也不会再让你看不起 这些抽钱你拿回去 有钱也了不起啊 我这么有股气才不要你的钱 想想 相信还是应该要他的钱啊 懒鬼 你倒知道回来啊 我问你到哪里鬼混去了 什么鬼混啊 不是鬼混是什么 玉兰还没死 那个女人是谁啊 什么女人哪 什么女人 你还问我 你这臭小子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别误赖我 别误赖我啊 快说快说 你老婆还累死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爸爸他外面有女人 你在胡说什么呀 这 这真正莫名其妙 好 怎么突然对我那么好 来请我吃饭 是这样啊 我以前对你不好啊 现在特意请你吃饭 向你赔罪 来 那干了这杯 就一笔勾销了好不好 来 干杯 来 是不是真的 真的 来来来 来 干杯 来 这白酒怎么那么辣 好东西啊 你怎么没喝 我忘了 来来来 再来 来来 干杯 再来 我想问你点事啊 你和张敬倩 张什么敬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你说什么呀 来来来 来 干杯 再来再来 那我再问你一次 你和张敬倩是什么关系 你醉了 你连我失忆都忘了 你醉了 你连我失忆都忘了 你醉了 那 那 各位 我这么快就醉了 啊 张敬倩 我是为了你才会酗酒的 你贪慕虚荣 贪你爸的钱 为什么 我这么爱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好 好 别说我 你怎么这么个不错 这才哼 这才哼的 一只猪 你这才哼 我才知道你 怎么了 你出去了吗 没有 我身体不舒服还能去哪儿啊 我又不是个任性的小孩 饭菜都快凉了 赶紧过来吧 喂 你为什么搂着我睡啊 我问你干嘛搂着我睡 昨天是你请我喝起 故意把我灌醉的 说什么谁对不起你 谁对不起你啊 我也喝醉了 我哪知道我说过什么 喂 你们俩干什么 哎呀鸡鸭的 这么重的酒气 要去喝马尿了 你看 我都起床了 你们俩还不行啊 起来干活 赶快起来起来 干活干活 大篮冲 姐 你怎么了 没事 我有点不舒服 我不吃了 你们吃吧 哎呀 你没事吧 我来收拾 好 你妈她最近怎么了 可能是最近睡眠不太好吧 我会带她去看医生的 那我认得你啊 哪天是你找人抓我的 少废话 你现在给我听好了 你以后别再骚扰我妈 要不然 别跟我对你不客气 你妈 你妈是谁啊 江向东的太太 听清楚了吧 她 她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 总之我已经说过了 你如果再敢纠缠我的家人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不是有个妹妹啊 她今天多大啊 我忙着呢烦不烦哪 那你要不说以后永无宁日啊 随便啊 爸 你又缠着人家说什么呢 我有事要问你啊 什么事啊 她是不是有一个妹妹 今年多大 不是吧老爸 你看人家的妹妹啊 废话 别打我的头嘛 她是有个妹妹 不是她亲生的 是她后妈带过来的 应该比我大一岁 长手扶我 大一岁 爸 你问这些干吗 没事 人家对我们这么好 我看怎么样 报恩了 我爸是怎么了 神经病呗 也许啊 想让我 做你们家倒叉门女婿 说什么呢 你以为我愿意 师父 别管了 你看看 你上回教我那两招 有点用吧 哎呀 大了 怎么样 那就得趁热打铁 我今天正好有空 再交两招 好 喂喂喂 我说你要报仇你自己去 可别把我拉下水啊 你哪那么多废话 这儿特殊训练你知道吗 什么事 等会 我告诉你吧 进去以后记住三点 第一 千万别看价钱牌 为什么 有品位的人从来不管价钱 第二 记住自己是顾客 不是小偷 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想试什么就试什么 记住没有 我才没你能当后脸皮呢 所以才在训练啊 一会儿只要有好看的衣服 你好好试试 第三 越是服务员问你什么 你越要访问他什么 理直气壮 大方有度 听见没有 行 就这么定了 走 欢迎光临 你们来干嘛来了 成心是吧 快走 别给我添麻烦 干嘛去 快 敬华 你弄疼我 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 这两位客人是 我来接待吧 你去忙其他事情吧 好 先生 要不要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不用了 你给他介绍劲儿吧 好 您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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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看 您想选什么样的款式啊 你说吧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这个是我们刚到的新款 你怎么回事啊 到我跑路中间 对不起 这好狗还不早到呢 对不起 你看这件怎么样 靠不靠谱啊 靠谱 你怎么了 没事 看见你姐 收人家排挤 心里有点不太舒服 来 这件 吃吃 试吧 是这件啊 我要把我开交 帮我 不是 把他在不aval 这个 说了 parce 人是走喽 公司的谣言还不断 说是跟我有关 说凭我的关系把他给逼走了 所以他们联合起来 鼓励我排挤我 那就没办法 你牙还牙 还什么牙 何必呢 其实 他们跟我一样 都需要这份工作养活自己 我挺能理解他们的 算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没事的 你小子 怎么突然间关系进你老姐来了 什么呀 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好弟弟 得了吧你 不过说实话呢 是餐巾纸让我来问你的 我就说你没那么好 餐巾纸让你问的 好 好了 姐 明早还上课呢 上一试了 嗯 喂 哥 你怎么打来 有这样的事啊 好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好 又是这个离话 特别警告 本专卖电职员请勿在公司搞小圈子 排挤同事 同事应记着本公司的团队精神 同事之间应和平共处 合作有碍 干嘛无缘无故发警告消息啊 肯定又是那个李华在上面打小报告呗 说还小心一点 别让他听见了 要不然吃饱多日走 听见就听见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大不了走人呗 反正有他在这儿 咱们在这儿待下去也没意思 是啊 他不走我也不敢 好 您看看 你的试用期还没有过 辞职可以及时生效 我会通知会计尽快发你薪水 谢谢你 因为你不再是公司的员工 所以之前申请的公司的助学金 你要尽快全部还清 可是 我刚开学不久 那钱我还不能马上还给公司 公司的规定就是这样 我也没有办法 求求您帮帮忙吧 我这次能念上书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好吧 我通知会计部 但你一定要准时还上 要不我不好交代的 谢谢你 那我先走了 谢谢 李华 江小姐 听说你向人事部交了辞职信 为什么 我 不想给同事带来太多麻烦 我知道一直以来 你都在背后帮助我支持我 也给了我很多次机会 可是这次 我让你失望了 我已经给他们发了通告了 他们还是一样挤兑你吗 不管他们的事 其实他们一直做得都很好 可是我来了之后 店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 也让他们受了好多罪 我不想因为我一个人的缘故 让大家难过 可是就这样轻易地辞职 不是向他们认输了吗 这样吧 你把他们的名单给我 我会给你主持公道的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我已经考虑过了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 会影响到大家的士气 也会影响到公司的 可是你这样 我怎么向我哥交代呢 你哥 他一直都让我好好照顾你的 没想到你却自己辞职了 其实 你都帮了我很多了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呢 别客气 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 你也一定要来找我 那我尊重你的决定 祝你好运了 再见 谢谢你江小姐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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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赶快去华祭 把毛巾收回来 好 知道了 我回来了 今天没有上班啊 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辞职了 回来帮你们忙 这些衣服是要送走的吗 把我来 好多张位什么辞职 这些事一会儿我来干就行了 你别干了 别理他 他也不开心就这样干活 一定是受了我一圈 小华 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就说出来 姥姥给你做主 说 是啊 你有什么事就说出来吧 大家一起分担吧 那你要发现就打我吧 来 打吧 你们别这样 我没事的 是不是我在这里 碍你们事了 那 那我去医院看妈妈 她这次肯定比豆娥还冤啊 我可以 你都回来了 不客人 我不셨了 你 不客人 谢谢 我 你 我 没有 不客人 你 妈 喂 姥姥让我来 叫你回家吃饭 知道了 那我在外面等你 别闷闷不乐的了 哭一哭就行了 别没完没了啊 谁说我哭了 你看见我哭了 你哭的时候挺好看的 你知道吗 我就没见过 哭像这么好看的人 你说我以后看不着怎么办 要不你从今天开始 往后就哭着 神经病 我没事 这才对嘛 我相信 凭你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迟早会出人头 投地 处什么人 投什么地啊 我就怕连书都念我成了 人要是没梦想的话 那不是行事走肉 所以你得振作起来 为了自己 为了家人 你还记得我妈 跟你说过的话吗 一定得坚守自己的信念 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功 才能够获得自己的七色彩衣 知道吗 你看 这才是李华牌精神啊 太大了 相识了 太阳了 还急了 你说你说你嘚瑟吧 嘚瑟吧 我好功率哄好的又生气了 师傅 我是找你有事 找我什么事啊 继续训练啊 可不能半屯呗 你给我多少钱啊 神经病 师傅 什么哇 别搞得跟个土狼似的 没气质 仔细看看 看看 这下边的人 跟你有什么区别啊 没什么区别啊 嗯 这就对了 所以啊 这有钱没钱 跟有气质没气质 是两码事 有钱不一定能买来气质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好好地读书 书读得越多 身上呢 自然而然会流露出一种书卷气 书卷气 对 书卷气 嗯 嗯 那不是那个健身教练吗 这样吧 我借这个机会 考考你 看看你的气质合格不合格 怎么考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巧 以前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也没见过你啊 那是因为我刚从国外回来 我觉得我们俩真是有缘分啊 怎么老是能相遇呢 你可相信一见钟情 我跟你说过 不用花时间在我身上 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口吗 这全世界有多少人口关我什么事啊 六十五亿 你想想看 能在这六十五亿人当中相遇 你不觉得这是件很奇妙的事吗 不聊 能不能借我你的手机用一下 我的手机没电了 想打个电话给朋友 谢谢啊 谢谢啊 臭小子不接电话啊 真是的 算了 算了 一会儿再打吧 谢谢啊 好 师傅 师傅师傅师傅 干吗 哎呀 我终于通过考验了 怎么样 范姜的手机号 没丢你面子吗 哼 小子 行了 不愧得到我真传啊 那是啊 你居然能信他 明着帮你安地里害你啊 我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搞清楚再说话 怎么了 你再看看 走 我在这儿做了几十年生意 我从来都是老老实实啊 街坊邻居都知道 你给了钱我能不知道吗 哎 姥姥怎么回事 你看你看 他不给钱还要拿衣服走 我说了多少遍了 我一来就给钱了 一共六十 我给了张一百的 是不是 师父你听我说啊 你是没着急啊 姥姥 你听我说啊 我们呢 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数一数 数一数不就知道了吗 对啊 快查查 好嘛 我们数吧 你给他多少钱 我给他张一百的 好 不好意思 等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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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都怪你 整天阴阳怪气的 害得我发神经了 又是我错 别说了 姥姥您坐这儿休息 来 那上一个定案 大家就那么说定了 下面我们大家说一下 下个季度的宣传建议 我建议 请偶像金智基 做EX55的代言人 依他现在红火的程度 我们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 另外呢 金智基最近被票选为最佳衣着的艺人 对我们品牌的形象有一定的帮助 那大家还有其他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请明星偶像代言当然好 但是很多公司都在用这个手段 就不新鲜了 我看 我们是不是搞一个 推新人设计师大赛 这样呢 不但可以壮大 我们公司的设计师阵容 又可以圆很多年轻人的梦 现在不正在流行这个选秀吗 又可以处理我们的品牌形象 贺有主任的建议非常新颖 果然是搞创作的人才啊 那好吧 看来就可以定案了 好 医生啊 最近我的记性变得很差 有时想做的事情转眼就忘了 还经常掉东西 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 您看看 奶奶啊 您有没有长期服用什么药 或者以前有什么病史啊 没有啊 我一向很健康 没吃过什么药 也没得什么大病 哦 那您会不会经常发脾气 比如说跟人吵架什么的 有 那倒是经常有 奶奶啊 您已经七十多岁了 我建议您做一个检查 好吗 我没有什么问题吧 不是的 年纪大了嘛 总会有些小毛病的 我看这样 您先做个检查好吗 好 我记得每位餐厅的餐布是不用烫的 他们好像有自己的机器 这你得问姥姥 姥姥一早就出去了 哎 问你一下啊 这个一号机里面的衣服 都是哪家的 你洗之前没编号啊 不是姥姥管这事吗 我哪知道啊 你看看姥姥一不在就乱成这样 哎 姥姥回来了 嗯嗯 姥姥你可算回来了 是是是是 我问您 你是不是 美味餐厅的餐布是不用烫的 哦 只用喜不用孕 是珍珠小管 姥姥我问你个事 这个一号机里的衣服 都是哪家的 是街口绣绣美容院 哦 姥姥 嗯 怎么了不舒服吗 您刚才去哪儿了 看医生了 看医生 老人病而已 气管炎 没有关系 这 一集 在夜里的世界上 你人家在宝免 你也会想要再去逼向呢 从你身体上 他身体上心不满 乱与你身体上 我身体上也不顾忍 我毅满的心绘 我喜悉的心痛 我愈被你自己也不断 你自己也不自忆 当你自己在山上 他也不肯定 你身体上 我愈跟他们都不服 即使你不曾信賴 即使你永遠遺忘 依然守候我的愛 我的心 被愛撕裂 童別 即使你不曾信賴 即使你永遠遺忘 依然守候我的愛 遙不可及的你 你是我的唯一 深深地呼喚你 愛你 真心真意 我仍守候著你 我仍守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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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守著你